刀名经济无人可提 今天我们介绍风云中的四大凶器之一的经济刀 经济刀的名字十分霸气 惊天动地寂寞百年 荒野寂静刀生灵厉 经济刀是由东营不知名的猪刀师打造出来的 这把刀被铸造出来就生聚傲骨 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它的认可 经济刀刀身锋利 刀柄亦可断金 这把矿石宝刀将近等待它的主人到来 可是这一等就是一百年 这期间无数功力深厚的人前来踢刀 但是都被经济刀刀系所伤 轻者食指接断 重者断臂而亡 直到荒野的到来 荒野本是东营皇族 学武之后放弃皇室地位 为寻找一把神兵寻找多年 终于找到经济刀 但是寂寞百年的经济 生出一股怨气 刀身秀气斑斑 在皇颖握住刀柄之时 经济不断地吃放刀气 攻击皇颖 皇颖握住刀柄一日一夜 全身伤痕累累 终于直起经济刀 那经济刀的秀气 被皇颖鲜血融化了 如同月色一样苍白刀身 闪烁着锋利的光芒 经济虽然承认 皇颖和他一样有傲骨 可是经济刀此刻 还并未认可皇颖 皇颖拿到经济之后 也感觉不能人刀合一 他带着经济静坐苦思 女儿饿死 妻子自吻刀下 皇颖全人不顾 他的心里现在只有经济刀 终于皇颖对经济的执着 感动了经济 经济刀终于承认 皇颖是他的主人 皇颖也真正做到人刀合一 手持经济的皇颖 武功精不神速 不出七十刀意 打遍东营无敌手 成为了东营第一刀客 皇颖更是将刀气 便是刀气的最高境界 黄金刀气 皇颖在催动黄金刀气之后 并能透过经济刀的远孔 发现对手的真气走向 分析其弱点 进而迎敌 皇颖动营拳无敌之后 便带着经济刀来到中原 希望与吴明一战 吴明让聂锋用断刀迎战皇颖 皇颖的经济 第一次被聂锋的断刀克制 在与吴明决战之时 吴明以草为剑 对战皇颖的经济 皇颖时辰功力 吴明仍然压着皇颖打 用陶伏斯将经济刀熬断 而后皇颖被第十天锁擒 第十天将经济重铸 经济刀成为了第十天七五屠龙之一 屠龙之后 皇颖不屑服用龙元提升功力 凭借自身努力练习经济刀 功力的提升 虽然赶不上开挂的 但是皇颖和经济都是傲骨横生 在断浪围祸人间的时候 皇颖手持经济 以凡人之躯力战断魔断浪 经济在此战中 也感受到了皇颖那傲骨争装的侠气 后来皇颖将经济刀 送给了聂锋的儿子神风 经济刀在神风的手里 并未发挥真正的威力 想必时间只有皇颖 才能让季末百年的经济刀苏醒 并发挥最大的威力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